这名字你便不陌生 从年轻时就名列于文字的力量 批判不满现实 文字中带点细虐及圆滑 现代诗 散文 小说以及社会评论 都获得读者广大的回响 男人真病苦 你永远不知道你的情敌是男的还是女的 专战广播电视 以犀利直接的风格打开了观众的视野 2001年结束了婚姻关系 她将自己50多种著作 一本不留全处全出 选择消失人群之中 投入大自然的怀抱 在雪霸国家公园担任解说员 过着退影班宜然自得的生活 经过八年沉淀碎炼的自然经历 虎林选择面对一切再次书籍 我女朋友一直问我说 你今天来会不会紧张会不会紧张 我说我真的很紧张 因为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不太擅长使用 就是说我们自然以外的语言 以作家身份付出文坛 她说她会继续写下去 直到读者回来的那一天 今天我要访问的这一位 其实想到她的出现 想到她的不见 我心中蛮多的感触 因为访问过她很多次 她总是喜喜笑笑的 好像什么事情难不倒她 也伤不到她 但是她真的不见了 我相信她是受了伤而不见 在这八年当中 怎么样把自己的伤口填好 怎么样寻找自己的另外的一个生命 八年以后她回来 我看到她站在镜头前面 似乎有点紧张 今天她来 要面对我 她是想来还是不想来呢 又要出书 人生真是都是难关啊 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苦林先生 来 来 这是第一个礼物 苦林与瓦辛的《魔法神灵》 魔法神灵 这是你的新书 不是因为这本书 你绝对不会来看到我就对了 其实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我刚刚讲的那话 都没错 都没错是不是 都没错 对 如果不是这本书 你绝对不来熬这套难关 我是不想上电视 也不想演讲 不想公开露面 可是出版社说 你要不要卖书 我说要 要就来 对 但是这个不重要 这个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 櫻花沟稳归的一个瓷碗 这个不是商品 这是纪念品 纪念品 对 这个已经都没有了 那他们一定要我送给你 因为大家都觉得 你是志工的前辈 你做了很多公益的事业 谢谢你们 谢谢 我希望哪天我这个 可以到这个 这个你们的雪霸 雪霸公园 对 雪霸国家公园 谢谢所有的这个志工们 送我这个礼物 是 这八年原来你到了山上去 对 不过我还是要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解说志工要我送这个 因为我们很多志工 都是三卡一生 三卡 对 人家是三宅一生 我们是三卡一生 那这三卡都跟你有关系 都跟我有关系 对 因为你跟陶大伟 还有孙岳拍了一个 安宁照顾基金会的广告 叫我们要听 要说 要说 要看 对 所以我告诉你 我们都有这三个卡 志愿捐赠卡 志愿捐赠卡 对 这是大体捐赠卡 这个是器官捐赠卡 这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器官捐赠是捐器官 如果我们意外死亡 我们就捐器官 如果我们自然死亡 我们就捐大体 让人家解破 解破 第三个卡是看不见的卡 这是健保卡 但是我们健保卡里面 透过安宁照顾基金会 我们有去助记 就是说 到时候我们就放弃急救 对 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对 现在都已经可以直接在 谢谢你 我拍了广告 终于有一个人回应我了 其实我们志工都有 志工都有 感谢 因为我的外祖母 她残眠病她十年 脖子以下都不能动 非常的痛苦 我们就想说这样子 我们不希望自己变成这样子 那我就很想说 我要想办法让医生知道 我不要接受急救 但是来不及啊 因为如果到时候你出事了 你可能是昏迷不行的 那你怎么告诉医生 如果医生救了 就不能放弃你 所以我本来想去刺青 不要救我 直接刺 No CPR 到时候医生要插拐 一拉开一刺 No CPR 那就算了 那现在这个很好 就是说我们直接在 那个健保卡上就注记 那他们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一看健保卡 对…知道说这个就不要明 那就这么先进啊 对… 代表大家感谢你 因为我们都认同这样的理念 真是不好意思 一上节目就这样这样 大家…谢谢… 其实在人生当中 要听 要看 要说 这个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 不过苦林在八年前 选择不听不看不说 对不对 对…逃之夭夭 逃之夭夭 我觉得其实你这个逃 我不能说逃 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弯 你知道我觉得是一个转弯 对… 但是在所有的一般人的面前 你就是逃走了 然后你放弃了 放弃你现有的工作 要赚的钱 然后你就不见了 其实有时有时 我们聊到节目的时候 我就会聊到你 我们就说 苦林到哪去 她在哪里啊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变成了解说也 我也没想到 对啊 所以我后来发现 我不在的时候 大家比较喜欢我 所以我一点都不想回来 我应该说 你不在的时候 我有疑惑 她为什么要走 我对… 我对任何我认识的朋友 他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 他不见了 他干嘛了 或者他要做什么 我都很想知道 为什么 我觉得 其实这个转弯 真是转得太好了 也是我的运气了 因为我当初去当解说员 也不是 其实我不是纯心要当解说员的 那你是纯心想干嘛 我去偷东西的 亂讲 真的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走步道什么的 可是因为不懂 就是反正走嘛 运动 兴趣 后来我想说 这个社会好像不太 不太容得下我 那我就到自然里去嘛 因为自然不会讲话 不会批评我 那我想我去国家公园 考解说员 一定会有很多老师来教我们嘛 把他毕生的精华都交给我们 所以在考的时候 你要先念喔 对不对 其实考很好考耶 我们的口试就考一题 你为什么要当解说员 我想看森林就可以了吗 没有 就说因为我热爱自然 对… 所以你看我都讲不住了 你走不住了